Darkness, Tak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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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 Warframe米特爾的硬感型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硬感型態要選什麼吧 首先是這個進化1 我們只要爆頭他就會踢硬感型態充能 那我們只要充能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下我們次要攻擊鍵 然後讓他轉變成硬感型態 那基本上這一條呢 我們是還沒辦法選啦 就是他一定要爆頭去充能 再來是進化2 進化2有兩個 左邊是我們的增加77的基礎傷害 然後導引技能啟用的時候 他會增加70%的射速 那右邊則是增加57的基礎傷害 那多重射擊會直接吸生 不是吸生啦 消耗吸彈量 反正就是消耗被彈啦 那我這邊會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選擇左邊這個啊 那為什麼呢 不是說右邊不太好用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如果選右邊的話 我們硬感型態他會射的很快 因為他硬感型態他只有20發子彈 那我們如果選擇右邊的話 我們硬感型態用一用 他馬上就回來了 就是射太快了啦 消耗子彈消耗太多了啦 那我這邊會比較推薦大家選擇 左邊這個 機傷加比較多 那這個 至於他下面是什麼 導引技能什麼 我個人是覺得就算了吧 就不用管他 那最主要的是因為他的機傷增加比較多 好再來是進化3 進化3有三個 左邊是增加50%投射物速度 那中間是空彈夾裝填石 還有加100%的裝填速度 那在最右邊是吸彈量增加是160 那我個人是推薦大家選擇最左邊這個 加50%的投射物速度 因為說真的 米特爾的硬感型態他的攻擊 是有一點點的偏慢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選擇投射物速度 他會比較順手一點 那如果不想要投射物速度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選擇中間這個 待命暴覆 就是讓我們 萬一啦 你真的20發子彈他爆頭衝不了人的話 你至少裝彈的時間只要花1秒鐘 但是應該通常不會用到啦 通常應該會選擇50%投射物速度 比較實在一點 好 再來是進化式 準降的運氣 不是準降的運氣 那個有三個 最左邊是 長按蓄力射擊1秒以增加效果範圍 那這一個東西的話 是我們的未硬感型態之前 他米特爾本身有點按跟長按 那就是蓄力射擊的話 平常他蓄力射擊就是 比較痛嗎 那他選了這個的話 他就是我們蓄力射擊 他會有額外的很大範圍的爆炸效果 就是說 把他變成類似像爆炸武器的感覺 那我個人會比較建議 就是不要選這個東西 主要是因為這個東西 對我們硬感型態沒有實質性的提升 那選了之後 他其實玩起來也沒有到很好用啦 因為他本身的面板長這樣的話 我們就算把他變成爆炸性武器 好吧 他還是玩不太起來 那再來是中間這個是增加22%的爆擊機率 那最右邊是增加12%的爆擊機率 跟12%的狀態觸發 那我這邊會建議大家選擇 中間這個 增加22%的爆擊機率 主要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的爆擊機率就很夠 那不選擇右邊是因為他本身 本身他觸發機率 不要看這個上面20% 我們可能就看這個硬感型態 本身就56% 本身就很夠了 那我們通常 平常這邊 就是會建議大家用快速射擊去充能就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給大家去看一下 他的傷害跟他的配置吧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我們的歌舞廳 不是 我又說幻影裝置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米特爾他的配置吧 好首先是米特爾他的配置啊 個人推薦是長這個樣子 那首先這邊我是放一個激昂才能去提供他的基礎傷害啊 因為說真的這個米特爾 我們本身算是一個實彈類型的武器 那我們硬改型態他雖然會自動追蹤 不過他還是算一個實彈類型的武器啊 那麼再來這裡我放了一個激昂唐士去提供他的多重射擊 那我又放了一個關鍵詞去提供他的爆擊機率 跟弱頂感應去提供他的爆擊傷害 那這裡呢我個人選擇打的是一個病毒切割的流派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本身硬改型他狀態觸發很高喔 所以說我這邊想說他狀態觸發高 爆擊機率又高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去打一個病毒切割的流派 好那所以這邊我放一個獵者戰配去提供他的爆擊 會有一個切割的效果 那這邊放了一個致命火力去提供他的毒素傷害跟觸發機率 那放了一個低溫彈頭P去提供他的冰屬性傷害 然後跟順便拉高他的病毒戰P 不然對這個範圍攻擊 他有可能會觸發到火焰的狀態 那我們這邊會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讓他盡量可以觸發病毒的狀態 去觸發一個病毒切割的關係這樣子 那這邊不放冰P的原因就是這樣啦 那再加上他本身其實放一個這個致命火力 再放一個激昂才能他的觸發就已經134了 基本上就已經能夠擺觸發了 那最後這邊會建議大家放一張抵消正義 這一張塔很好用喔 除了他輔助我們可以破盾的那個什麼效果之外喔 他還能夠解決我們爆炸武器的通病 欸對雖然說這把武器他的硬感形態有範圍攻擊啊 看起來像爆炸啊 不過他本身因為是追蹤式的子彈 他還是會用實彈去打到怪這樣子 那這個抵消正義的好處就是能夠幫我們把炮炮直接清掉 那我們爆炸的武器通常只要打到炮炮 他都會直接被彈開 那我們基本上那一發子彈就浪費了 對因為我們基本上彈開基本上是打不到怪的喔 那我們如果有抵消正義的話 我們射到炮炮是會跟炮炮同歸於盡喔 就是炮炮是會破掉 那接下來我們後面的狀獸擊的子彈啊 或者是我們接下來的啊 開的幾槍啊 我們基本上都可以打得到怪這樣子 那我這邊會特別建議大家一定要裝這個抵消正義啊 好 那麼出此之後他可以給你一個正義的效果啦 雖然說那個效果個人是覺得可有可無啦 不過他畢竟還是一個異常吧 那基本上啊這個正義啊 有就有啊沒有就算了 那麼再來是特殊攻勢槽 會建議大家上極限速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欸等一下大家會看啦 他其實就算上了極限速度跟 硬改型態選了50%的投射物速度 他喔好啦 子彈他是真的有改善啦 他真的飛的比較快一點啦 那他在沒有裝的時候他是飛的很慢 那等一下大家會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其實欸就算裝了之後 他還是有一點點慢這樣 那麼再來是 富能這邊會建議大家選擇主要無情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真的很無情啦 不是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是最好觸發的喔 那也是最好疊的 比起什麼毒藥動傷 毒藥枯萎之類的 那其實他是一個穩定的一個負能 穩定通用負能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米特爾他的傷害大概是怎樣 那首先這邊是鋼刃模式 就是最硬的怪啊 那我們先看一下打普通怪這樣子 好那沒有硬感的話 基本上普通怪 欸對我們就像在幫他抓癢一樣 那我們先爆頭充能 爆頭充能之後呢 他就會自帶一個追蹤的效果 追蹤爆炸的效果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不用特別去描怪這樣 我們今天就算 站在這邊好了 我們今天就算站在這邊 然後我們往上面射 欸 這樣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會自動追過去喔 那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基本上不用特別描怪 我們就看到怪障 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大家會看他基本上就已經過去了 那大家會看到裡面有那個飛盤 正在彈來彈去喔 那彈的還是有一點點慢喔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加投射物數是改善這個 讓他彈的比較快 不過他現在還是彈的有一點慢啦 這個沒辦法 因為他本身這個把槍他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把它爆頭 然後我們不用特別描怪 我們這樣隨便射啊 他自己就會追過去了 大家看 記得他就會自己追過去了 那因為他會彈來彈去的話 所以說他的輕怪效果 基本上也還蠻不錯的喔 那大家看他就算 欸 就算有加投射物數度 不過他在怪之間彈的還是有點慢 我們這樣射到牆壁他是彈很快啦 可是射到怪的話 他是真的彈很慢 大家會看到他這樣子追蹤 叮叮叮 欸對啊原本他更慢 原本他長這樣 對原本他彈更慢 那基本上米特爾他就是這樣子啊 那麼接下來就是讓我們去補一下這個 小小黑打小黑的效果是怎樣這樣子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我們剛認的虛空生存啊 那小小黑也差不多要來了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米特爾的硬感形態 他打小黑的效果是如何 那我們就對他射個幾發 欸其實也不用對他啦 反正他自己會彈射 彈著彈著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彈著彈著 莫名其妙怪就死了 小小黑也死了 那基本上我們在拿米特爾打小黑的時候 不用太在意啦 就是隨便射啊 反正怪在附近啊 他的子彈就會自己彈著彈著 然後就把小黑給弄死了這樣子 好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這裡結束啦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也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子我有什麼心疼影片 他才會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ARFRIEND的武器啊 或者是 那打一些什麼有的沒的BOSS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我就要把他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裡面 這樣子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大家掰掰 唉唷靠杯 把我把拖走是怎樣啦 mitenしてるか 西巴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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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一 quin 小的小鈴鐺